哎呀 再有两天 完工了 快的话明天就完了 哎啥呀哎 天天爱神叹气 又为你闺女的事犯愁呢 愁也没用啊 又不在我身边 其实你闺女特幸福 人生中的第一件 痛苦的事 是爸爸搀扶着过去的 以后他会感激你的 感激不感激我不知道 反正他挺同情我的 你说我怎么现在都混到 被人同情的份上 你有什么好同情的 你不是挺好的吗 要么说咱俩是一路人 你要是我闺女就好 没你怎么占人便宜的 有点儿像模样了 这两天发什么愁呢 发什么愁 还不是工程的愁 那边配备的人手不够 好多关键工程都停工了 都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不去问问呢 查了都不知道 那就不管了 我怎么办 不是说了吗 解决不了的事情 你再操心也没用 我觉得这房子 进我们这么一道去 原来好看多了啊 你说这阳台 要是你的 可非怎么布置呢 我 我就种上一排花啊 要不我就 种点葱 再种点韭菜 什么吃韭菜 韭菜要是包饺子 那是最鲜的了 我从来都不吃 韭菜馅饺子 我给你再加点菠菜 再加点虾仁 那味 怎么听起来还不错呀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 三鲜馅啊 是啊 所以得种韭菜啊 那要吃韭菜干嘛 不去超市买 非得在家种呢 那能一样吗 你在这你吃完了 它还长出一茬来的 照你这么说 家里还得再养几头猪 养几只鸡 这家怎么住啊 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呢吗 你少种一点花 我就能把韭菜种 我干嘛要少种一点花 花多好看啊 我就想种郁金香 红的紫的金黄的 郁金香的再好看 它不能吃啊 对吧 要不这样 咱们一人一半 你种花 然后呢 我在这边种韭菜 咱们俩融合融合 行吗 我干嘛要跟你融合融合呀 我又不跟你一块儿过 你是 怎么搞得跟两口子 商量了要过日子似的 饿了 吃饭去吧 走吧 怎么了 腿麻了 来 我自己来 自己来 来吧 我自己来 怎么了 工程停工了